今年55歲的聖光法師於2005年出家 之前曾經就職於IBM等國際大公司 他今日由站山征社出發 採取三步一拜的形式 前往距離多倫多市135公里遠的安省小鎮比德堡 每日行0.5至1公里 全程預計歷時半年 加拿大的天氣大家都知道因為比較寒冷 所以就算我們現在5月初 晚上都是相當寒冷 這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聖光法師止行的目的 是祈願世界和平 以及加拿大佛教四大名山早日落成